我猜你一定想过以下的问题 我们普通人的资产配置里面 股票应该占多少 债券应该占多少 现金应该占多少 国内的投资应该占多少 国外的投资占多少 国外投资里面发达国家占多少 发展中国家占多少 上杠杆的占多少 不上杠杆的又占多少 但是这类问题往往太多太复杂 我们经常就是想一会儿 想不出答案就放弃了 所以资产配置往往被很多人 包装成一个高端的付费项目 那么有没有适合我们普通人 资产规模的资产配置方法呢 恰好 巴菲特最喜欢的投资人之一 霍华德马克思 在他最新一期的备忘录里面 谈到了资产配置 虽然你不能从这篇备忘录里 直接得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比例数字 但是这篇备忘录告诉了我们 资产配置它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 你会对股票和债券投资 有一些新的想法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美股博士 每周分享美股干货 片尾有我的示范 千万记得看到最后 在这篇备忘录的开篇 霍华德马克思首先提到了 资产配置这个概念 其实并没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美国投资者知道的投资产品 只有股票和债券 甚至连他们的比例都是一定的 股票60债券40 所以在当时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可供选择的投资标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的选择相应也就变多了 于是资产配置的难度就相应的提升了 那么我们普通人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 去考虑资产配置这个问题呢 为了从底层帮助大家理解清楚这个问题 霍华德马克思把大多数常见的投资标的 分成了两类 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 先说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是指 投资人收购了企业或者其他资产的一部分 并有权向员工原材料 供应商房东税务机关以及贷款人 支付相关的款项之后 按比例获得剩余的利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润都会用来回馈股东 董事会会根据公司所处的阶段做出适当的决定 比如说成熟的企业可口可乐 它就有比较高的分红 而像英美达这种高科技公司 因为它仍然需要很多钱进行研发 以及扩大再生产 所以即便它的市值远高于可口可乐 它的分红率却一点都不高 但是不管这家公司的分红多与少 只要你认可这家公司是在给股东创造价值 那么就可以去投资它的股票 但是你需要搞清楚的 就是股权投资它并不承诺回报 就是有涨有跌甚至会出现亏损 我们最熟悉的股票就属于股权投资 而我们最常听到的那句 买股票就是买同司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跟股权投资不同 另外一种叫做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是指借款人向企业主提供资金 用于企业主购买或者经营企业 作为交换 企业主承诺定期支付利息 并在期末偿还本金 借款人和贷款人 它是一个合同关系 也就是由此产生的回报是一定的 因此这类投资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固定收益 小结一下 就是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 它是完全不同的 千万不要把它认为是 同一个投资类别的两个产品 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 所以搞清楚它们的不同 是每个投资者的必修课之一 说完了分类不同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做决策的依据究竟应该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 霍华德马克思认为 资产配置就是在进攻和防御的两点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因为重视资本保持和重视资本增长 二者是互斥的 坚持保全资本就是防御性优先 它必然会限制增长 相反要实现增长最大化 那就是要强调进攻的重要性 那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 牺牲了资本的稳定性 而视频最开始的那几个问题 就是实现目标回报的可用选项 也就是说资产配置 它不是为了实现最高回报 而是引导你找到一个预期回报 足以补偿风险的资产 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潜在吸引力的投资组合 在进攻和防守之间 根据投资者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当然如果仅仅这么简单 那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付费服务 因为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必须要得到适当的补偿 而且这个补偿既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霍华德马克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废话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假如你要投资一家人人都知道的好公司 因为人人都看好 所以它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存在溢价 所以不见得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 而霍华德马克思最擅长的垃圾债投资 这些投资的标的 质地可能并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只要风险补偿足够高 或许质地并不优秀的投资标的 带来的回报 可能是会超过那些质地优秀公司的回报 所以选择投资标的 是要选择质地好的还是质地糟糕的 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它的回报 是不是合理 更高的预期回报 带来的是更大的上行潜力 代价是更大的不确定性 波动性和下行的风险 就像下面这张图 而可靠性高的 下行空间小的资产 往往预期回报更低 上行空间也更小 就像这样 所以究竟如何选择 等大程度上应该取决于 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以及他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在2009年到2021年 这个低率的情况下 债权投资的预期回报率 绝对值更低 远低于股票的历史回报率 因此债权投资相对缺乏吸引力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因为美联储的加息 债权投资的收益率 已经接近了股票的投资收益率 这也就是霍华德马克思 一直敦促大家增加信贷投资 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 并不是说股权投资不再好了 而是这个配比需要根据投资人的投资期限 投资水平 年龄 收入情况 需求 对于波动的承受能力来综合决定的 一旦投资人确定了自己的平衡点 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平衡点 它是一成不变的 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动向去调整 比如说在低迷的市场里面强调进攻 在高涨的市场里面更主动防守 所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险收益平衡点 就是资产配置的核心 有了这一个结论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 如何去实现这一个目标 我们看到经典的风险收益图是这样的 从左向右移动的时候 预期风险是增加的 而预期回报也是增加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 不会存在这么简单的线性关系 于是洪华德马克思画了这样一张图 我们看到同一条线上 叠加了一些中型曲线 这些曲线代表了概率分布的倾斜 它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表明风险较高资产回报的不确定性 现在我们看到 随着风险增加 预期回报不仅会增加 而且可能的范围也会变得越来越广 坏的结果也会变得更糟糕 这就是风险 如果再叠加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的曲线 并用蓝色和红色添加了一些中间位置 用来表示两者之间的组合 蓝色曲线代表了三分之二的债权投资 和三分之一的股权投资 而红色曲线代表了三分之一的债权投资 和三分之二的股权投资 我们看到 当从左向右移动的时候 预期回报增加 预期风险也在增加 或者反过来说 风险越大 预期回报也会相应的增加 但是在这条曲线上 没有哪一个位置比其他位置更好 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希望绝对风险 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或者希望的绝对回报是什么水平 此外 从这个连续的曲线上来看 这个曲线大致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 同一个投资组合 它的上行潜力和下行风险 并不会明显的优于其他位置 所以构建我们自己的投资组合 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 最适合自己的风险头寸 除此之外 假如市场是一个有效市场 所有的信息都会及时充分的反映在股价里面 那么唯一能区别资产的 那就是β值 理论上说 预期收益跟β是成正比的 但是事实就是 市场它并不总能及时的充分的 根据现有的信息给资产估价 也就是说短期它会存在定价错误 而这时候我们能做的 也是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通过学习 去判断当前市场 对于投资标的定价 有没有出现偏差 理想的状态 就是你发现一个资产 它的价格被低估了 然后你买入了 然后等待它价值回归 这样你大概率 就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收益率 这也就是巴菲特早年 想法比钱多的时候 检严地策略的底层逻辑 当然随着巴菲特 逐渐到了钱比想法更多的阶段 于是他不再采用这种方法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 绝大多数市面上的投资标的 都可以分成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 就二者的基本性质而言 它们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 结合起来 使我们的投资组合 在一个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点 接下来就是实施的问题 霍伐德马克思这么说的 因为近一段时间 利率处在一个相对的高点 所以企业融资支付的利息 是相对比较高的 如果投资者可以接受 7%到10%的收益率 同时希望限制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还愿意放弃一部分收益率上行的潜力 那么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债权投资 好了 这就是关于霍伐德马克思这篇备忘录我想说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试盘公布 哈喽大家好 本周我的回报率是6.53% 账户回报率是67.63% 仓位方面没有调整 本周我们看到维京治疗的股价迎来了一波暴涨 根本原因是它上周三发布了财报 对于一家还没有上市产品的公司 营收数字不是特别的重要 股价上涨的原因主要还是跟他们很可能上市的第一个产品 编号是VK2735的皮下注射减肥药相关 根据现有的实验 获得了不错的临床效果 同时安全性和耐受性没有问题 这家公司在今年与FDA的会议结束后 会公布三期临床实验的相关计划 除了这个皮下注射的VK2735 他们的口腹减肥药VK2735也完成了一期临床实验 目前参与实验的剂量是20毫克和40毫克 安全性良好 而且呈现出了药物剂量依赖性的体重减轻 也就是剂量越大 减的越多 因此公司会继续加入60毫克 80毫克 100毫克的剂量参与临床实验 电话会上的问题也基本都是围绕这两款减肥药展开的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 这两款药似乎进展不错 而且这家公司还在继续招人 对他们的产品似乎比较有信心 针对这两款药物的临床数据将在11月3号周日公布 所以下下周一 这个公司的股价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等到数据出来了 如果波动很大 我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的这期视频对你有一丢丢启发 非常希望你可以点一下置顶评论区 银头证券的开户链接 只要简单的点一下然后关闭就可以 您的点击不会对您收取任何费用 但是可以给我带来收益 用来鼓励我做更有价值的内容 非常感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现在我们下期视频的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的观估点 让翻转到 来 装 评论区 矩 评论区